I like radio 中国流星网 起立世界 我是秀妍大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向我好 刚刚听到的轻快的是周汤豪唱的 Nit you 好 那么在今天一开始呢 仍然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也就是今天的疫情指挥中心说 今天的本土呢 又是加零 但是有三例的境外移入 那么最近大家比较关心的是混打的问题 因为从上个礼拜开始呢 就已经开始有混打的一些机制了 但是呢 好像是预约的时间 稍微的紧促一点 不够长 所以在上个星期五我听到的是 上个星期六 我有听到的是 指挥中心说好像今天一二三 都还是可以进行混打的部分 但是要预约成功的人了 因为好像是之前预约的话 如果是礼拜六 礼拜天 有些地方不上班 可能也没有办法接种 或者是说可能会有一些 就是人数不足的状况 所以这个一二三好像还是会开放 那第十五轮呢 目前为止 也是说都会开放这个加码的 也就是混打的部分 好 那么我想其实现在 还有很多的朋友正在等的 但是也有很多人就是很担心说 虽然说现在其实有几个大医院 还有专家们都说 其实AZ加打莫德纳的效果很好 但是听说副作用也会稍微强一点 本来大牌应该是上个礼拜 就要去打莫德纳了 就是混打莫德纳 但是因为我打了流感疫苗 所以我就是要等到这个礼拜再去打 嘿嘿嘿嘿 好啦 我已经是认证的老人了 应该是没有什么反应 好 那么今天仍然跟大家讲一讲 就是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呢 大家都会希望是说 现在疫情前缓啦 有些地方可以去玩耍一下 赏心悦目的一些这个场地呢 就备受欢迎 那么冬季的紫色浪漫呢 其实也是大家拍照一个最好的选择 2021的桃园仙草花节 11月20号到12月5号 在杨梅休闲农业区的绝美绽放 有大面积的仙草花海 打造的紫色仙境 好拍照的这个主题艺术装置 还有很有趣的好玩的农事体验 手作的活动 所以大家欢迎你们赶快来 这个杨梅漫步花田之中 感受一下仙境之美 如果说大家想要了解一下 到底是怎么样走呢 路线的部分或者是说 其实不知道什么时间比较理想 可以搜寻一下杨梅休闲农业区 这个是给大家提供的旅游的消息 好那么仍然呢 就是我们在开放的 这个戴口罩的部分呢 政策暂时不这个调整 还是要随时戴着口罩 像大牌现在就算一个人 我们在这个录音间呢 我们还是戴着口罩 因为待会也会有嘉宾利临 那么同时呢 也跟大家了解一下 就是现在呢 超商好像已经有人开始 这个打开了第一枪 也就是说以后呢 超商的店员不再提醒大家 是不是你应该要强制戴口罩 但是对大家来说呢 戴口罩其实就是 超商不提醒你 可能会旁边的这个客户 也会离你的远一点 或者说他们也会 好善意的提醒 那像这种状况 因为最近看到太多的超商的 这个很可爱 很尽职的人员 然后跟大家提醒说 这个进来要戴口罩 那当然也有可能就是会引发一些冲突 但是会有一些到死伤 或者是说到这个随机刺人的部分呢 就已经让大家觉得 我们的治安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那是不是大家在这段时间都闷坏了 就让大家比较觉得不开心的事情 就是好像说每个人 其实真的就是他们看到的这些 去刺伤别人的 或者是有暴力行动的人 如果他拿出医院说有就诊 精神科的这些这个记录的话 就可以算是他这个精神方面的失能 可能就是不追究太多的责任 那这样这些的这个就是莫名其妙 枉死或受伤的朋友 公益到底去找谁要 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真的应该还是要严加审查一下 不能因为说我有一张这个医院的 可能简单的什么清育的证书 我就可以认为说 我是其实是有伤害别人的权利 这件事情 你看就像昨天这个超商的电源 然后他爸爸这么无奈 当然是独生子 然后其实就算不是独生子 每一个人他都有一个人身的这个安全 这是国家要保障人民财产 不受到威胁 然后有免于恐惧的权利 所以这个部分呢 其实我们也希望就是说 大家其实在观察一下周边 如果你有亲戚朋友 或者是说有一些 就是你觉得邻居也好的呢 可能是比较有精神上面的问题 或者是有躁动 暴动的这些 这个行为的时候呢 都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 尤其是小心谨慎 那也可以提供给一些 就是可能他们的家长 或者是说地方的这些管区警员 可能做一个就是 比较在意 就是比较注意的一些 这个关怀的行动 不要再造成任何的憾事 好那么这几天呢 其实在这个周末的部分呢 大牌其实因为参加了一些 朋友的聚会 生日party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就是餐厅 他们的推出的新菜单等等 其实真的很开心 就是我们的这个餐饮业又开始复苏了 昨天大牌去了一家叫做法租界 这个主厨Adam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厨师 而且他对他自己的这些厨艺 非常的有理想 然后也有想法 然后他们就说 我就问他 我说你在疫情这段时间 是怎么坚持过来的 然后是怎么样 其实是度过这个非常艰困的时期 尤其是店又在东区 在鼎好附近 然后会让大家就觉得 就是说这个地方的房租居高不下 他说这个他的房东其实蛮好的 真的有给他调整一些价钱 再加上因为老实说 我觉得其实这个餐厅能不能维持 还是主厨的手艺是非常重要 然后他说他一直坚持十年磨一汤 就是他的鸡汤 真的跟纪元有贫 非常的浓郁 所以在疫情的这段时间 其实有很多人 就是不断的支持他 然后订了很多的鸡汤 现在他又可以开始回复营业 而且这几天推出了冬季的套餐的 这些这个饗宴 就是复合式的料理 我觉得现在台湾的这些年轻的厨师们 或者是不管是这些资深的主厨们 他们都对这个 就是现在的饮食的一些观念 有很多的就是接纳性跟多元性 然后自己也有很多的创新的本事 所以真的要给他们加油鼓励 那台还去了一家的sifu bar 然后也是在这个就是台北的东区 那你就会觉得就是说 其实真的现在台湾人 其实我们是一个海岛性的国家 然后就是四边都是海岛 然后我们的海产是非常棒的 但是海产其实料理起来 然后也会有各种千千百百的不同的方向 所以如果说这个主厨 其实他自己本身很有想法 很有这些这个就是创意的话 他其实可以针对不同的食材 做出一些不同的这些感受 那这个sifu bar的厨师呢 据说也是很年轻 然后大概好像28岁就拿到了这个认证的主厨 而且就是待过很多的这个心急 或者是说知名的料理餐厅 然后现在呢 其实自己也开始展店 我就觉得现在慢慢感觉上起来 好像是大家对于这个餐饮业 还有这些观光的复苏等等 都已经有了一些比较明确的方向 然后我自己觉得就是我们其实真的 就是除了做好自己本身的这个 就是防疫措施之外 也可以多多去 因为闷了一年半嘛 也可以多多去看一下 其实你们以前的爱店 他们可能需要一些支持 或者是说需要一些鼓励 那在冬天吃冰 其实也是一件非常爽的事情 那以前呢 其实我有一个好朋友 他叫恩兴 他其实是这个在越南的部分 做旅游的地阶 我们以前出团的时候 或者是媒体采访的时候 他都会安排南越北越 非常棒的一些行程 自己也很有sense 但是在疫情的这段期间呢 他就决心经营要有一个 刷冰的这个就是算是雪花冰的 这样的一个经营料理 所以现在也有一个赫赫有名的冰市 叫做昭和冰市 在大冬天里头 就算今天这可能这两天有寒流 他们的生意还是非常的好 就是巧克力的雪花冰 然后上面再加上一杯小小的威士忌 另外的就是牛奶雪花冰 用的材料非常的实在 然后也有在地的 就是我们传统的一些什么花生 然后这些部分 其实都可以让大家感受到 一些复古的风情 而且可以吃到绵密的刷冰 现在有的时候 觉得冬天要找个刷冰 还真是不容易 但是越冷越开花 所以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冬天里蛮好的享受 好 那么其实这个冬季接近了 就是已经慢慢要有圣诞的气息了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北水处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年的圣诞季 哇 好康不断 如果你有什么想法的话 也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到现场 中国流星网 请离世界 我是修园大牌 欢迎各位回到今天节目的现场 今天刚刚跟大家一起预告了一下 就是圣诞季马上就要到了 所以我们其实今天第一个分享的 也就是说在圣诞来临之前 第一个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喜悦的 就是我们的北水处的发展中心 四级管理师沈嘉玲 嘉玲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好 听到她的名字大家都很高兴 嘉玲嘉玲又嘉玲 对不对 对大家都觉得名字 在疫情期间 真的是很大很需要的名字 是不是 然后她刚偷偷跟我讲说 她姐姐真的叫沈嘉怡 就是电影最佳女主角 对不对 对 所以你妈妈真的 爸爸妈妈都很会取名字 我想其实今天呢 这个嘉玲来 也是给我们带来一些好消息 就是每一年 我都在期待北水处来 我们节目是因为 都会告诉我们好热闹的 这个圣诞马上就要到零了 而且你们通常都是在半年 一年前就开始计划这些活动 对不对 对 事实上我们每一年的活动 大概都是年初 大概四五月就开始筹备 圣诞季的活动 那今年就是因为疫情 其实我们五月份本身规划好的内容 都被疫情打乱了 那事实上我们都一直在留意 现在疫情的发展 然后看活动的解禁 或者是活动的规范 然后一直一直到现在看起来 CDC开始对活动已经有一些初步的规范 然后也有合理的民众的容流人数之后 我们就在这个防疫的政策优先下 先来做今年的圣诞季的规划这样子 太好了 而且每一年呢 其实这个北水处还有这个公管地区 其实这都是热闹非凡 今年而且他们每一年呢 都很有大碍的就是要发 大家一起发 然后药丸大家一起玩的那种概念 所以整个商圈都好热闹 然后登海啊布置啊 其实真的都是非常的有气氛的 这个就是节庆的感受 我先请教一下四级管理师是管理什么 我们北水处事实上是把我们的职称 做一个分类 那事实上水处的如果是刚出任的公务员 我们是一级业务员 当然已经很久没有二级业务员 早期还有一个编制是二级业务员 那现在是一级业务员 然后我初考出任水处的时候 就是从一级业务员开始担任 那你在水处已经很久了 还好我应该是任职三年多 那就是升得很快了 能力优秀 不敢这么说啦 就是刚好有这个机会 太好了 好那我们今天来就是聊一聊 主要是这个北水处 这几年都会举办的圣诞活动 我们这今年的这个因为疫情的放缓了 所以大家其实也真的觉得跃跃欲势 那我们有些什么活动 是不是可以大概给我们介绍一下 也跟听众朋友说 事实上我们公馆圣诞节活动 在台大公馆地区已经十一年了 那在这十一年当中 事实上我们都是用悠扬的古典音乐 来陪伴着在地的居民 以及来丽练的大小朋友们一起参加 那我们自来水园区其实有一个很著名的自来水博物馆 它有很古典很优雅的欧式建筑 事实上是很多新人以及外拍朋友喜欢来拍照的圣地 那以往呢我们在园区都会用花卉装点 用草花布置啊 那在圣诞期期间会特别不一样 就是我们用大量的千盆的圣诞红 以及我们今年的活动主题叫做幸福礼物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忘记疫情的纷扰 然后在这节庆的氛围当中呢 来赏花来出游户外走一走之外呢 晚上还可以欣赏到博物馆之美 因为这是平常博物馆没有开放的 只有在圣诞期期间的时候 圣诞期期间的时候 我们把博物馆布置着用很多灯串 以及主题的灯饰去做 那就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氛围 好极了 其实这个期间呢 也会有一段时间 让它可以在前在后 都可以有一段享受的时间 先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继续聊 中文流星王 起离世界 欢迎各位再度回到今天节目的现场 我们特别邀请到了 北水处发展中心的四级管理师 也就是沈嘉玲 嘉玲 嘉玲 这个名字要多念几次 嘉玲姐是真的口条非常的好 而且思绪非常清晰 那她在今年的圣诞的时候呢 也把这个北水处所做的各种的安排 都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准备 要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刚刚讲到说 其实会有上千颗的圣诞红 光是那个红就觉得很舒服了 对 很喜气 就是一扫一下这个疫情的阴霾之外 然后晚上也有 所以也就是说有日景要 还有夜景 那这个开放的时间蛮长的哦 对 我们其实活动的时间是从11月26号一直到12月31号这段时间 然后自来水源区每个礼拜二到礼拜日的早上九点到下午的 我们如果是平日的话是到5点 我们今年的大门啊就在水源区大门 如果来过的话 事实上它就是一个金属材质的 那今年我们就把它布置成万花林的样子 然后我们现在圆区万花林已经布置完了 那我们其实在布置过程中 活到没开始就已经有很多姐姐们就是抢拍 因为她的花感觉就好像置身在花海里面 有童话故事那种感觉 所以就是我觉得只要女生都会很喜欢 所以就从大门开始就看到那个灯饰的花海 我们叫万花林 然后一直走到我们的景观池前面就有个礼物盒 因为今年呼应我们今年的主题 然后我们用了上千株的圣诞红 我们拼出了一个爱水洗水的洗水琴 所以如果你有进入自爱水博物馆的话 你一看就看到泰培water这个英文字 我们园艺师傅精心设计的 已经花排出来的吗 已经排出来的一盆一盆用那个几何图形拍的 泰培water这么长的字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我们一边瞧角度啊 一边看啊就是把这字拍的完全很像 但是你又觉得那个拍完以后很有成就感 很有成就感 我真的觉得园艺师傅的手艺好厉害 然后你就觉得我的上班环境真好 然后别人就开始羡慕嫉妒恨 我真的觉得这个时候来自来水园区是最特别的 因为你如果错过了圣诞节的话 事实上平常的花海它就是一般的集合图形 可是如果圣诞季的时候来看 你会看到不一样的景色 而且我每一年其实觉得那个北水处 其实对在各个季节里面 或在平日的这些服务上面 其实都非常周到 之前其实还是有一些换水表啊 然后有一些就是让大家其实可以 就每天用水的知识啊等等 我觉得自来水博物馆它这里面的 陈设就非常的有意思 而且还有专业导览对不对 没错我们的自来水博物馆的平常 我们的营业时间的时候 我们固定上午十点跟下午的两点 都有自来水博物馆的定时导览 那里面其实陈列的是我们台北水稻水源地的古迹 如果说对于自来水历史有兴趣的朋友们 你到自来水源区 你就会认识自来水的文化 你可以看到百年前的建筑 就是现在就在那里 然后除了它外观的美观以外 也会知道说 为什么当初会这样子建造一个自来水博物馆 而不是做一个普通的水厂 是我记得以前你们科长其实来讲过故事 然后就是你自己觉得以前的 其实水利设施真的太太了不起了 当初就是因为百年前 对就是那时候其实就是日领时代开始 那日本人当时台湾没有自来水 所以他为了要让增进所有人认识自来水 然后也对于你家接管 因为你家要从挑井打水开始 然后又要有一个水管进入你家 他希望增加当地民众的自信性 所以说对于这个自来水的信心 所以他盖了很漂亮的一个建筑 然后也是彰显说 他这个自来水他的企图 就是说在日领时期想要用公共卫生的这个企图 所以如果你有时间来在水源区 事实上我们导演老师都会讲很丰富的 就是你们11月26号到12月31号 这段时间还是可以预约吗 没错都还是可以预约 如果说您本身有团体导览的话 事实上我们现在团体导览一个场次是40人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欢迎来电 我们只要插自来水源区的电话 直接电话预约也可以 或者是上自来水源区官方网站 像我们用线上申请也是可以 我们都会收得到 而且我觉得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学校都会带同学们 什么做校外教学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实在 而且又很有收获 因为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 就是你不吃饭也可以 你不干什么也可以 就是你不能不喝水 是真的 那这个水对我们台湾来讲 你看我们四面环海 然后我们又是一个非常 不管是高低雨淋 或者是样态生态丰富 所以水对我们来讲这是生命的泉源 没有错 所以你们其实在设计的 包括这个水的重要性 然后整个流程 还有一些古迹 还有一些以前的取水设备 都有 我就觉得好有意思 一定要去走走 我们就是希望借由这样的故事 这样的制程这样的自来水建设的严格 也让所有的民众认识说 其实水真的得来不易 要珍惜啊 因为如果听众朋友还有听之前的印象 其实今年台湾正立领一个百年大汗 没错 在今年四月的时候 事实上台北的人可能感受比较浅 因为我们翡翠水库还是比较强大的 还有我们有得天独厚的降雨量 那如果是到中南部的朋友就曾经被陷水过 那事实上就是我们也是希望借由这样的导览活动 从小开始扎根 比如说我们也收了很多校外教学的朋友 小朋友 然后我们教导他就是希望他有洗水爱水的观念 其实前一段时间呢 就是你们家有来跟我们聊天的时候 为什么要换水表 是因为其实现在全台湾呢 就是老旧的水管很多 然后漏水的量也很大 那时候我就觉得 哇这是点滴得来不易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还脱亏了你们 就是让我们有一个新换的水表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你自己是不是有一些警觉意识 要不然真的这么珍贵的 这个每一滴的涓涓的流水 就这么浪费掉了 而且他不知道去哪了 真的很可惜 我们再来聊聊其实今年听说你们 刚刚你有讲到说有那个礼物盒吗 对不对 我们讲讲说12月26号就有送礼了 是吗 没错 我们今年就是为了我们的礼物这个主题 事实上我们准备了多项的好礼 给我们的参与的朋友们 那我们自在水源区呢 就是在捷运公馆站 走路七分钟就到 那事实上我们周边林静怡 很热闹的公馆商圈 从丁州路三段开始的商家 跟我们这次活动做串联 我们这次有60多家的店家 放上我们的自来水源区 公馆圣诞季活动的礼物盒 然后我们这次礼物盒的设计呢 分成三种颜色 就跟红绿灯的颜色是一样的 就是红色 红黄绿 对这三个颜色 那我们就是希望说来公馆地区的朋友们 也不妨去店家们前面门口走走 走走看看 那我们上面都会有红黄绿的三种颜色 只要收集到这红黄绿三种颜色的照片 就可以了 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到今天的现场继续聊 中文流行网起离世界 欢迎各位再度回到今天节目的现场 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北水处发展中心的 四级管理师可爱的嘉玲 在我们的现场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圣诞节的喜悦 因为其实去年的圣诞 大家也闷了很久 然后前年也是 就基本上已经两年的时间 就是刚好在前年的圣诞的前后疫情发生 所以在这段时间 大家都觉得其实心情特别的压抑 今年要好好的来放松一下 当然是我们的防疫不能放松 可是我们的心情是可以放松的 所以刚刚嘉玲特别讲到11月26号 在活动一开始 我们就有好礼送给大家 但是你是说照三个颜色的礼物盒是吗 对就是朋友们如果来到丁州路三段的话 事实上我们跟60几家的店家配合 然后他们会在门口上面放那个我们的礼物盒 那事实上我们游戏规则是这样 就是你只要逛街到礼物盒 找到礼物盒 这个照片有一个礼物盒 我们的主视觉 公管圣诞记的活动主视觉 再加上一个人物 那上传到自来水源区的FB粉丝团 私讯给我们就可以了 那我们只要收集到三张 红绿灯 红黄 红黄 绿 三个盒子 三个礼物盒 然后再加上有你自己的一张照片 或者是说任何人物 其实背影也可以 蹭也 对 就是你有参与的感觉 对 对 那我们就会赠送你自来水源区的门票 真的很好 而且还是一次两张 对 让大家手牵手一起来玩 对 欢迎你西班来玩 对 而且我觉得其实 真的很特别是因为这个公管商圈的 这些商家们怎么这么合作 因为平常大家都会站在一个竞争的趋势上面 可是公管从我大概五年前六年前开始访问你们的时候 我就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商圈 对不对 我们其实园区跟商圈的关系是很紧密的 我们自己本身名字就叫公管圣诞机 其实不是代表自来水源区圣诞机 我们就是希望在在地化 然后跟我们李林一起在共聚这一刻 因为每一年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十一年了 所以每一年的时候我们都邀请在地的李林跟林家跟我们一起 而且他们也很大力配合 对不对 真的 他们真的是很支持我们的活动 而且在这次的活动像是我们礼物上面 我们这次有什么好礼赶快收一下 对对对 这是一定是要跟各位朋友们报好消息的 对我们这次圣诞机活动礼物 我们这次你如果有参加红绿灯 就是我们的公管圣诞机寻找礼物和上传 拍照上传FB的活动外 除了直接送你门票以外 你还可以获得抽到switch 抽到switch 对你就已经符合抽switch资格的人了 那我们预计呢在 有几台switch 我们这次准备了三台 哦好棒你知道疫情之前那段时间 就刚开始的时候 我上网到处去找 国内国外去找switch一台南球 对不对 你们竟然有三台送大家 对我们就是预备了这三台 就是要送给来公管圣诞机的朋友们 对那如果您这次 您这次除了来公管上圈玩 记得要找三个礼物和拍照上传 到自来水源区的FB粉刺团以外 那事实上你也可以留意 我们自来水源区FB的所有动向 因为我们随时都有不定时的好礼 在线上要送给参与活动的观众朋友 而且听说就是商圈们也大力支持 送了很多的餐券 然后有很多家 在包括自来水源区 自己本身也有提供一些奖品 对不对 我很喜欢他们家的文创商品 我每一次都觉得 哦这杯子也好漂亮 那个就是防水电什么 没错设计的真的都很好 对对对 谢谢主持人 因为我们这次确实也准备了防水杯垫 也准备了马克杯 确实确实 然后我们还准备了很多精美的小礼物 笔记本也会有 然后我们的笔盒 以及我们的触控笔 那事实上呢 无论是大礼小礼 只要你来参加公馆圣诞季都有礼 所以就欢迎各位听众朋友 有时间不妨在圣诞季活动的时间来公馆走一走 而且大家其实持续关注一下这个FB 其实他们这个除了上面就是不定时的告诉大家 随时的奖项还是会有增加的 而且还有很多的商家提供好吃的餐卷 也都是两个两个两个一组 就是不会让你孤单的 就觉得说我只抽到一张我要吃单人圣诞餐 不会 所以你们其实都很有安排 然后也是就是十分十分 很多都是有名的 这样才是符合温馨的感受 像我们这次有 在我们这次活动礼物当中 有马辣的餐卷 也有西提的餐卷 然后可以吃牛排 然后还有不定时推出的好礼 所以就是在等着我们的听众朋友 有时间来公馆走 然后有时间打FB粉丝团的卡 因为事实上我们这次的活动 除了线上实体活动之外 我们也有安排线上 因为有些朋友也许会没有时间 但是你其实只要有关注我们的活动 你要在我们线上参与 事实上我们安排很多抽奖小礼物 就是现实抽奖 就是只要你回答公馆圣诞记 里面有关于水之源的题目 或者是很多天马行空的 这些其实真的很重要 就是他就趣味问答 但是你可以得到很多的水知识 对 对不对 我们也有安排这样子的活动 在线上跟朋友们分享 不过我们还是希望大家 其实都可以到现场 因为今年的圣诞记的部分 往年的像是这个音乐会 今年仍然有 对 因为事实上我们在整个筹备当中 我们在园区的花卉布置 跟灯海布置上 花了很多的心思 然后也是希望朋友 不分平假日都可以来自来水源区 走一走以外 我们今年一个大型的音乐会预备是在 12月25号星期六的下午2点到5点 那当天呢 有准备一个大礼物就是免费入园 真的呀 那天都免费啊 多少人都免费啊 多少人都免费 你知道我知道往年这个时候呢 真的很多人就挤破头 要去看这个就是现场的管弦乐团的演出啊 古典乐啊 或者说其实会有一些特别的团体来 对不对 因为我们这次邀请的是经典四大管乐队来我们园区演出 那事实上 叶苏涵嘛 叶苏涵教授 叶苏涵老师 那事实上我们也是跟在地的学校做合作 那每一年其实对于他们大学的管乐队的兴生来讲 都是一场洗礼 那对于喜欢音乐朋友 如果在想要让或让孩子体验那个新的音乐氛围 都很欢迎在那天来 对 所以我们现在有限制多少人的入园人数吗 就是在那个就是疾管署的规定之下 就是我们大概会有一个分流管制 没错 我们其实现在的情况就在水远区很大 那我们如果在同一个时间 我们是可以容纳一千多人的 好所以大家放心的来吧 那如果说其实真的就是可能超过一千人 我们就会疏散一下人流 也许有些人去参观这个就是 或线上聆听 或者是线上聆听 那有一些朋友其实就可以在周边 其实都听得到 我们这次会做防疫的规范 对我觉得其实真的大家都可以放心 而且大人小孩都欢迎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到今天节目现场继续聊聊 众雷星王起离世界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今天 我们的北水处发展中心 四级管理师嘉玲 带来的2021公馆圣诞季 我其实真的觉得闷了好久 有这个圣诞这两个字听起来就爽 然后再加上其实真的 你们在那一段时间从12月2周 你们是有礼拜一公休 或者是礼拜一休園 礼拜一休園 所以那段时间也是了 对那段时间也是 好所以提醒一下大家 就是因为大部分的博物馆 都是在礼拜一休園 就是修馆的部分 所以我们要去的时候 最好还是先了解一下 这个情形 免得铺个空 不过你在门口拍拍照 还是可以的 然后周边的小吃 也还是很多的 所以就是欢迎大家一起来 那我们也还了解说 除了北水处之外 在周边你们还跟这个文化局啊 跟各位其他的商家 也有一些 活动串联 因为我们其实圣诞季活动 开始之后 我们事实上 园区有很珍贵的古迹 我们除了刚刚有提到 自来水博物馆 是婚纱圈地以外 其实我们博物馆的山上 一个标高42公尺 小观音山上 有一个观音山蓄水池 那后来 因为我们在108年开放了以后 其实蛮多记者朋友 到那边拍照以后 就给他取个名字 他叫做地下水供殿 事实上他就是用 他那个自来水建设 导流墙的建筑 他的特殊的建筑设计 去命名的 你刚刚说说 像土耳其的那个 下水道的工程 对对对 水道工程 对对对 所以他就是觉得 很像 所以给他这个漂亮的名字 这样子对 而且一天这个 有限制人名额嘛 对不对 所以还是要报名 事实上我们地下水供殿 就是观音山蓄水池 这一个 这个古迹的导览 参访 他是要限 就是他必须要现场 对他有限时间 他是在我们假日 假如现在开放时间 是假日 每个礼拜六跟日的 早上十点半 跟下午的两点半 我们各开放 三十个名额 在自来水园区 大门口取牌 只要你当天有来 我们园区的 在营业时间 你有拿到号码牌的朋友 你就可以在 十点半或者两点半 在自来水博物馆前集合 我们就有等于老师 会带着 三十位民众 会带我们观音山蓄水池 所以他是来自来水博物馆 门口登记对不对 对对对 去拿牌 OK 但是不要线上报名 就是你没有到 万一no show的话 会占到人家的名额 其实是这样的想法 那我们在博物馆集合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他离平地有一段距离 所以我们是需要有人带的 我们是像团进团出的方式 去做进行导览 而且平日没有 只有假日有 平日如果要参加的话 您可以上自来水园区 预约那个 好水探秘的旅游行程 因为我们自己 好水探秘 对好水探秘 因为我们事实上平日 我们的做法是 开放给旅游旅行团 去做好水探秘的规划 那他的规划 就比较精致一点 他就不会是 拿着小蜜蜂导览 他是有专门配导的导览机 以及有我们的 专属的导览老师 而且会带他去看 我们的另外一侧 就是所有蓄水池的地方 你都看得到 所以说如果平日 也对于我们的蓄水池 有兴趣的朋友 也不妨参加 那个好水探秘行程 那如果说平常自己 大家就是说 有这样的一个地方 自己上观音山 对不起你进不去 对不对 因为我们有门禁 您可以在门外拍照 像是爬山一样 因为我们其实 还是安全的考量 对 其实在台北这地区 你要找到一个山 或者找到青山进水的地方 这地方是很适合 因为我们其实旁边 就是新电席 金美西的那股庭自行车道一带 那也有个山 就是小观音山 所以如果你到园区的话 是步行也可以 或者是登山望远也都可以 可以直接看到水 好 其实现在大家都想找 一个就是人不要太多 但我觉得30个人刚刚好 然后你又可以听到 很清楚的资讯 然后你又可以有一个 很安全的这些导览路线 顺便走一小段山路 然后觉得 其实那是什么年龄 都可以走 对不对 我们在建议的年龄上面 如果是推娃娃车的家长 可能就要留意 要准备背景 因为我们事实上 也有很多family客人 那他们在地理 不是很熟悉的时候 其实我也在这边 跟听众朋友说 如果你带小朋友 要到我们山区的话 建议就是推车 这是可以放在山下 可是你小孩要 一路要背着 对要记得背着 又可能衡量 人家自己的体力 那因为我们的路 事实上都沿路做安全的 那个防滑垫 然后以及 有步道 是木栈道的步道 所以事实上是安全的 但如果说本身脚层 也要衡量自己的 身体的状况 如果脚层啊 或者是体力 当天身体状况不佳的话 建议还是择日再来 那这个就是来回的时间 大概多少 我们上山大概要15分钟 才15分钟 我本来有我要趴下了 我觉得可以 我觉得 那个主持人好厉害 因为我们有蛮多的朋友 是觉得15分钟都很累 是真的假的 好歹我是爬过好几趟黄山的人 不要这样 但是接下来呢 我们还是要讲 比如说有蓝宝石 但是也是有时间的限制 然后北水处 其实也有跟市府合作的是 2021Open House台北 这是一个什么活动 也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Open House台北 这活动叫打开台北 那其实去年 是第一次在台北市政府做 那我们去年 关心山蓄水池 就已经参加这个活动 他就是一个打开台北 从来没有打开过的空间 所以事实上在这次活动 去年有73个空间 跟这个活动配合 包括像 从来没有打开的空间 真的好像打开百宝盒 班陀拉的盒子 因为我自己知道是 关心山蓄水池 本身是大家知道要来的话 就是要等到六日 或者是要抽到牌才能来 那那时候Open House台北 就是线上预约他可以参加 那我们自己今年又在 蓄水池是第一名 就是大家排的第一名 去年我们获得观众票选第一名 那今年的话 我们打开台北活动 我们北水处有两个点参加 第一个还是关心山蓄水池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朝山水道 就是阳明山 阳明用权 那个之前就是蛮受大家欢迎的 那这次也在Open House的邀请的经典之列 太棒了 所以刚刚其实嘉玲也特别跟大家讲 说为什么要请大家直接到北水 这个就是博物馆前面集合 是因为线上已经完售 对不对 就全部已经爆满了 11月27、28两天 总共加开六个场次 然后线上的名额都预约一空了 好强大 这个消息也是告诉大家 如果您要来 不妨就是禁开2728 我们就是之后的时间 也许是12月4号之后 都是欢迎大家来 但是因为一直到12月31号 你都可以看到花团景簇的圣诞氛围 所以其实真的就是 大家也不要挤在这一两天 我们把人潮疏散一点 其实也蛮好的 那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小提醒 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 假如说我们去玩的话 在这段时间 那如果是来在水园区的话 我们是临近捷运公馆站 1号跟4号注扣走路7分钟 所以欢迎大家搭乘大众交通运输工具来远区玩 因为那边热闹停车不太好停 所以欢迎大家用大众运输工具 那如果是带小朋友的爸爸跟妈妈们 不如就把小孩子手牵紧 因为我们园区有很多花 所以可能帮我们留意一下 爱惜花朵 不要攀折花木 也不要践踏草皮 那再来跟古迹拍照的时候 记得就是保持古迹的完好 垃圾不落地 我偷问一下 我现在可以讲 那个北水处的服务专线吗 可以啊 没有问题 因为那个我要了解一下NCC 让不让我们讲 好 那这样子好了 大家就打我们的中广小秘书叫02-2500-5566 02-2500-5566 然后我们会帮您 就是你如果有任何想要去的部分 都可以直接跟我们小美女联系 今天谢谢佳玲 谢谢 谢谢主持人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好 再见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